这男人啊 得有事业 男人要是没有事业呢 就得娶那平平常常 普普实实的女孩子 我呢 也不是不喜欢连姐 我就是看着姑娘心高 妈怕你 我知道 妈妈 先睡吧 让我自个儿待会儿 都远吗 妈什么忙都帮不上你 早要是知道 当年妈也学柳燕 跑到北京闯下一片天 我怎么也能把 柳燕她哭得也不好 她和林海乔 早不在一起了 你知道 这 什么时候的事 具体我也不知道 儿子 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过不到一块儿吗 妈 就别管人的事 你赶紧睡吧 让我待会儿 行吗 你柳燕阿姨 她的心多大呀 她要去美国读书 这林海强啊 就答应了 两年书念完了 她又跑到香港去工作 她跟海强说 这机会难得 这林海强就又没说什么 柳燕这性格啊 是好也不好 好呢 成就了她自己 可是不好呢 妈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妈 妈怕你 也娶个柳燕阿姨 似的女人回来做老婆 连结跟她不一样 简决 妈是女人 也打年轻时候过来过 女人的心思 妈比你懂 你瞧瞧你现在这样 连何春生都混成你企业家了 你还在这摆弄这些破照片呢 你以为这真是艺术啊 咱们俩都离婚了 就别扯这些了 我要扯 你照现在这样混下去 能给孩子提供什么呀 好的教育还是好的榜样 成天摆弄这些照片 你没出息也就罢了 你把家管好啊 可是你管好了吗 成天就知道带着儿子 这儿去拍趟照片 那儿去玩一趟 好称亲近大自然 大自然需要你亲近啊 我只想让他过得高兴快乐 你没资格这么说 你哪怕是何春生的 你都可以这样说 有你这样的一个爹 你儿子能快乐吗 按照你的来 你的儿子就是快乐的童年 失败的中年 凄惨的晚年 现在不都是按照你说的来了吗 他现在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对 那儿子以后也没时间见你 柳燕 你得讲道理 你生我的气 我能理解 跟咱们儿子说 离婚这件事 没让你知道我是欠考虑 但我也是为了咱们儿子好 咱们成天教育他 要诚实 对人要说实话 你对儿子说实话了 你对我说实话了吗 你听我解释 儿子当时对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别让你知道他知道这事 你撒谎 我没有 你就是撒谎 你把真相告诉了儿子 跟着儿子一块欺骗我 这就是撒谎 你听我说完 当时我跟他说了以后 儿子说他早就知道 他只是不想让你伤心 所以假装不知道 然后他就跟我约定 我就答应他 就这么回事 你要想见儿子也可以 咱们复婚 复婚 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咱俩一块儿跟儿子去说 以前咱们两个之间有矛盾 现在和好了 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呢 你想接就接 想离就离 什么都按你说的 你说了算 范范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只是为了范范 范范需要的是一对真实的父母 不是貌合身离的爸和妈 咱们俩 过不到一块儿 两个打了好多年账的国家 还能化干戈为玉帛呢 咱们俩也能化干戈为玉帛 但是咱俩就是成不了夫妻 我这个人不是不会装 你让我 偶尔装那么一次 装那么两次 行 但你让我常年地跟你装恩爱 这我可装不了 我又不是职业演员 再说人家演员 人家拍戏什么价啊 那你开个价 对不住 我演不了 演您老公啊 我差很远 偶尔客串一把还成 那你以后别见孩子 那这么着 咱们以后找一个机会 就当着帆帆的面 我跟儿子说 咱们离婚 全都是我的错 我当着你的面 跟他这么说 请他原谅 你看成吗 你跟我结婚就那么痛苦吗 你想听实话吗 你说 咱们签字离婚 在民政局 签完字 你可以大奔扬长而去 我登上自行车 当时你特难受 特轻松 你看 你看 你这个人就是听不了实话 我呢 一不留神就把实话说出来了 所以咱俩 真的 过不到一块 你干嘛 你有病啊 你打我干嘛 你干嘛背对着我睡啊 我干嘛不可以背对着你睡 我要怎么睡 我要整着你睡 什么 你要干嘛 我要整着你睡 听明白了吧 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何春生 何春生 是个笨蛋 是个笨蛋 我喝了 还收散 我喝了 我喝了 咱们 我喝了 不ces 我喝了 可不 Prose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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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 我这胳膊都麻了啊 你才几分钟啊 大姐 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您再整会儿我就半身不随了 我们这岁数人血管都不好 回头你再弄一血管硬化 知道的吗 慢点 慢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